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中国官方所有的宣判也好 案件也好 它先是内部决定 然后官方想发布就发布 两种案件一般都不在外公开 一个是国家安全审判 无论是判刑的结果和审判过程 第二个是专事法庭 专事法庭基本上很少会指挥它 政治需要 否则的话它就不公开 刘亚洲这个案件据说目前判了无期徒刑 给他的罪名就是贪腐 然后利用基金会搞钱 不过有媒体报道说刘亚洲其实私底下对习近平有很多议论 尤其是说他这个议论习近平说他是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署 只敢用二流的 那现在是二流的领导用三流的部署 就是贬低习近平没有能力 不入流 我觉得以刘亚洲的才华 贬低习近平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为现在刘亚洲已经在监狱里面没办法告诉我们说他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但是讲出这样的话对刘亚洲现在已经在监狱里面是百般的不利 如果是把他被打上一个反习的这么一个标签的话 那就是会更加往死里整刘亚洲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个私底下议论 我相信不止刘亚洲议论 很多的高干子弟或者一般的人也会议论 为什么是习近平啊 为什么不是我啊 为什么不是他啊 等等等等 这种东西不是个根本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刘亚洲有没有能力产生一种影响 对习近平的权力 民生会产生一个毁灭性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刘亚洲的经济问题 是为了他的政治问题高兴他的 还是他们有没有经济问题 对 第三 刘亚洲去搞这些女人 是一个女人 两个女人 三个女人 五个女人 十个女人 分外勤 还是说一百个 对吧 刘亚洲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首先要搞清楚 对 刘亚洲被调查 刘亚洲在国防大学当政委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的家人讲 我觉得这个刘亚洲基本是被调查的 只是说抓不抓头还不知道 对 刘亚洲这个民生最响亮的时候 是当时有一个电视片 国防大学弄的 叫《较量无声》 主要是批判美国 挑战美国 具有那种亢奋的革命调子 但是有人说就是他怪一个名字 但是你怪一个名字 你也承担政治责任嘛 那么刘亚洲实际上在习近平上任期间 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后不久 上任之后不久 刘亚洲是发表了很多文章 很多的言论 积极地吹捧习近平 吹捧习近平 那私底下对习近平有没有会议 我们完全是 没法去对证 我只是说这种说法是 往死里去证 刘亚洲 如果他光是经济问题 生活作风问题 都谈不上什么犯罪 除非他是 强奸 或者是违反中国什么什么东西 那根据我的了解呢 两个事情大体上 刘亚洲是可以做实的 第一个是女人问题 女人问题他在武汉大学 这个 毕业之后分到武汉军处 在这个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科技情报研究所 其实就是个资料室 图书室军处里面的 就搞一些外包外开啊 这种东西 他因为是学外文的 所以他就当翻译 后来很快就升官 声称这个政委 但是他是个团单位 所以他是个团政委 在团政委的时候 那些资料室里面 也有漂亮的女人啊 或者是怎么样 有人去报告 刘政委 他这里面也没搞完 他还继续搞完 这是武汉军处的朋友跟我讲的 那很早以前了 也不是说现在发生的 到了尼打的时候 尼打的时候就是一批高干子弟 因为谈恋爱啊 或者是这个强奸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有一些高干子弟被判刑 而是判死刑啊 取决啊 武汉军处的第一司令员 陈在道的孩子就判了死刑了 对吧 上海的陈立教的孩子陈小萌 还有陈归冬的孩子陈小萌 民主法治的记者 胡晓阳也是高干子弟 那个 福利教的孩子 是世界建筑赌报 深圳大学的 一个报纸的记者 两个都是媒体人 统统判死刑 取决了 还有据得的孙子 取决了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 杭州的 浙江的老军长的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姓熊嘛 双熊嘛都被取决了 各个地方干部子的取决的真的是不少 因为干部子的特别嚣张 对吧 那么后来看起来很多其实是谈恋爱 或者利用一种小文小回 去勾引女人 像这个陈德道的孩子 就是高院女人 她在外博单位工作 一把羊伞就把女孩子 拼上床 一双丝袜就把女孩子拼上床 结果把小命给丢了 那么那个时候 刘恋爱珠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还关了蛮长时间 当时的空军司令叫张天法 就把刘恋爱珠的问题送给这个 国家主席李兴念 是他的岳父 李兴念很滑头 所谓的不倒温 他就说 我怎么都不能批施啊 我难道说不处理 如果我说成一处理 好像我得到一个大力灭情 结果空军司令 拉了这个东西 马上就一枪门了 一枪门可能给毙了 结果这个老贼啊 李兴念啊 就滑头 就不批 然后后来张爱萍啊 就出面 就把刘恋爱珠给弄出来了 所以刘恋爱珠后世啊风流啊 跟他的才华是连接在一起的 出了名的 刘恋爱珠的才华 大家都是非常佩服 我就是他的一个 追随他的一个读者 我只要看刘恋爱珠的东西 我基本上是很认真看一看的 但是我主要是看他的小说 他的战略这些文章 在我看起来还是 事业有很大的局限性 他的小说 当时的叫什么 一些纪事作品 就是两一战争时期 恶魔倒影的战争 我们哪里看过中国人 写国际世界哪 非常佩服他 包括他早前还写过陈胜 还写过广长 等等他有才华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他两件事情 怎么都搞不清楚 一个是爱财 他在那个时候 80年代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他就开始搞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发货到非洲 喜欢搞钱 而且呢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将军 也是一个将军 他们三星帝 有一位在美国的教授 刘亚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 完全看不出来 他的哥哥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一般人支持他的才华 不知道他有这个爱好 这么风流 从武汉军区到北京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因为他把跟李晓琳 是夫妻关系 李晓琳这个人呢 李新晋是两个 一个女儿 一个叫李晓琳 还有一个儿子叫李平 李平 李平的老婆也是 好像也是 好像是武汉大学 还是武汉军区的 他爸是武汉军区的 这个政委 叫王六孙 那个啥中国的名字都很有意思 随时是神 是江西人 是武汉军区的这个政委 就是李新晓的这个儿媳妇 这一次 刘亚洲进去了以后呢 抓了一些 一批人 他的弟弟也被抓了 刘亚洲也是跟他一样的 判了终身监禁 一辈子不能出来 但是李平的老婆 就是王六孙的女儿 倒是把他放出来了 习近平这个 做了一个批示 说不要扯到 网开一面 不要扯到这个李家 不要扯到李新晓家 实际上之前 我在这个华语论坛也讲过 那么习近平实际上呢 我也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以习近平的这种爱好文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习惯吧 他对刘亚洲应该来讲是 有欣赏的一面 有欣赏的一面 所以第一次有人把刘亚洲的材料 报上去的时候 习近平还是说呢 刘亚洲糊涂 当时被告上的一个语言 就是山西的梅老板 说呢 刘亚洲收了钱 没干事 没干事 不是收拾梅老板吗 很多梅老板被抓了吗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就是 中纪委就把材料转到了军队 军委 军委就把这个材料报告上给老习 老习就批了一个 刘亚洲糊涂 有一点亲切的感觉 对吧 所以把他的 国防大学的政委给露掉了 那个时候他根本没到年龄 就是年龄都没有到 就是 不是年龄有个县 有个县 有个县 任期没有到就把他拉掉了 拉掉之后 刘亚洲就有 还是继续搞 搞上 搞你人有没有搞 那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搞这个 这个 这个 搞钱 搞钱 他以这个战略协会 他定定在管嘛 所以这一次就把它 再搞上去 再搞上去 当然有的人还是 就是 不知道是忌妒了 刘亚洲 还是出于陷害 刘亚洲 就是加了一些什么 他反习啊 什么言论 我觉得 刘亚洲 也就是讲一讲而已 如果他真的讲了的话 因为他 他没有军队的指挥能力 对 不要说他是 国防大学的这种政委 他就是大军局的司令 也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能力 中央中委常务副主席 郭伯雄 对吧 是我的 老哥们的爸爸提拔起来的 当时郭伯雄是班长 哈哈 因为毛泽东 这个林彪时候 他是谁啊 要他练兵嘛 是谁啊 我都忘了 然后 我这个朋友的爸呀 是在师部工作 师部的足声区区长 下面去视察 发现郭伯雄长得不错 然后练得不错 就把他列为标兵 后来就调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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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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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都是政治局委员 对 郑雄中有副主席 要抓他就抓他 对吧 之前的参谋总长 总参谋长 对吧 联合参谋长 黄鸿飞 这个 政治部 后来的政治工作部 主任 张扬 都自杀 对吧 中央中委另外一个副主席 徐才浩 抓了 抓了以后 他在病房里面 他的所有的门窗 全部都给盯住 你自杀都没有机会 跳楼都没有机会 24小时守着 你上洗手间的人 盯动你上洗手间 没有任何的人格可言 当然徐才浩到了晚年 那是非常悲惨 他自己都上不了洗手间 他已经安装晚年 后来就死掉了 何况是 刘尔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说 中国大陆自己 得把这个军队的力量神化了 我在三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 认为解放军只能扮演一个被权力掌握者去欺负别人 就是威胁别人的工具 解放军本身他不会跳上权力的前面 来政变啊 或者是扮演领导者 我就把你们文光干掉 我们像中南美洲或者是非洲那种小国 一个向上就政变了 在中国根本没有可能性 政变他也跳不到前面来 也没有这个能力 关键是这个将军呢 他的权力都是上面授予的 毛泽东的时候确实有某种危险 因为那个时候的将军和元帅 基本都是流氓投匪出来的 现在这些军人都是吹牛拍马上来的 所以 所以中国要爬出这种 什么军队政变的这种可能性 几乎没有 毛泽东的时候 有一些人是想搞点事 毛泽东晚期的时候 像叶吉英也去找过中安来 想动一下手 中安来都不敢答应 一切到中安来毛泽东死了之后 他们在几个老家伙 在搞一场政变 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 他们自己本身啊 不是说多少兵权吗 就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出面 杨带中 就把他给抓了 根本不需要动用什么军队 所以中国这个问题 我那篇文章三十年前写的 二十年以后 十多年以后 我又把它写得更长 当时候是在华盛顿开了一个 学术讨论会 是我们跟CSIS 就是美国战略 国际研究中心 美国智库应该第一后的第二 我们开了一个讨论会 中英文的讨论会 上面我宣读的论文 就是讲解放军的角色 就是说我要破解解放军的 这种过分神话的角色 说军队不得了 老毛的时候 你是不得了 几大军军的司令员 你很牛 但实际上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 因为整个军队已经 腐败透顶了 腐败透顶了 你说一个腐败分子 他有什么胆量出来政变 刘爱中也是这样 刘爱中的腐败是真实的 有才华也是真实的 对吧 马几生习近平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从公开材料看 他还是吹捧习近平为主 对 现在解放军 整个军队当中 他每一个人他想尽办法 要升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 对 无论是军队里面 政界里面 所有人削尖了脑袋 打通各种关节 想尽办法往上爬的唯一目的 就是发财 对 因为在中国当官 他是人生中间三大美事都占了 第一有了权力 刘洪峰 第二有了利益挣钱 第三还有名 对吧 你说刘亚洲将军 当一个上将 你怎么都不想象 对吧 这个人在人生的嘴峰上面 劣迹斑斑 对吧 这个在武汉军区是这样 在空军也是这样 背后骂摊的也是一大 一大群人 告他的人多了 这一次主要是有人告他 对 他在国防大学搞了一批女军人 那都是高级女军人 还有几个是三八红旗手啊 其中有几个三八红旗手啊 这哥们真的是 但是呢 这些作家里面流氓多得很啊 中国的这个作家 作家画家 流氓多了去了 流氓多了去了 流氓窝子就在流 对对对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 但是美国人家是风流 人家谈恋爱 才子风流风流才子 对对对 在美国是浪漫的情感 对吧 在中国可能就要生活足锋 现在也没人管他了 对吧 刘亚洲被抓 也不是因为他生活足锋问题 生活足锋问题 顶多把他的植物给灭了 对吧 判刑现在不太可能了 但是他毕竟是以前在年代的时候被抓过的 对有前科 他怎么会当上将军 而且是中国最高尊贤上将 这个说明这个体制已经烂到极致了 对烂到极致了 所以像刘亚洲这样的 现在反正是泼脏水的一大群啊 说他因为事才如好 触怒了习近平 习近平对他才华有嫉妒 他呢对习近平也不满意 私底下各种谩骂习近平 甚至在军队里面构成了一股势力 试图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反正现在像您刚才讲的 现在他人被关起来了 至于关在哪呢 谁也不知道 反正他现在没有自由了 对 脏水往那身上泼得越厉害呢 其实对他本人比较不利 当然更加不利嘛 对 你经济问题 你还可以讲一讲 你一旦搞到政治问题 谁都不敢 说都说不清楚了 谁都不敢跟他就讲话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 这就是 第一是我不知道 刘亚洲 死底下讲过 骂有没有骂过习近平 我手机不知道 第二个是 即算是我知道也不会这么讲 没错 这太可怕了 所以现在对于刘亚洲来说呢 反正现在众说纷纭 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像您刚才讲的 按照中共 现在军队里面 这种集体的腐败 就每一个细胞都在腐败当中 那哪还有人敢去 或者说想去牺牲自己 牺牲某个群体 来撬动政治的这个权力密码 来颠覆习近平政权 这几乎不大可能的 都想顺着这个杆啊 往上爬 爬的最好是什么 权力又在手上 自己又最安全 搞钱还越多 对 是的 早一段时间还讲 刘云也集中太子党去闹革命 这些太子党反而在很多年纪已经很大了 已经都 年龄大的都已经死掉了 有些都90岁了 80多岁了 你说还搞什么政变啊 对吧 你就是70岁也就是妈妈娘 对吧 妈妈习近平 我们那个时候不带她打酱油 那是可能的 但是真正动手 大家主要是没这个能力 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 对吧 什么刘云啊 刘云自己怎么当上上将的 自己讲一讲 刘小江 什么三流 刘小江怎么当上海军政委的 刘云怎么会 从一个河南的一个副省长 怎么会跳到水定武警部队 怎么从武警又跳到政委军 去当上上将 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查别人的腐败啊 自己身上就是腐败到底 臭水沟里面的每一条区都是一身的事 对呀 哪里还讲 海外不了解情况 国内也不了解情况 尤其是现在这些老干部 别看他们在军队里面 或者在地方没待过 特朗修以后 没有权力的含金量之后 掌握情况以后 他们这脑袋是一袋将 有些真的是很可惜 所以这个有关于刘云也好啊 刘亚洲也好啊 之后的这种 这种杜撰的译文啊 传文啊 当做笑话 对 说一说就行 对 如果是把它当真了 说认为有某种势力 对习近平形成了强大的挑战 基本上就是在现在中国整个环境当中 是不可能存在 对 咱们作为笑话还是要讲 为什么呢 每一个国家呀 这个最大的娱乐来源 就还是政治 还是政治 还是政治 你说这个英国人 对吧 什么君主立宪啊 你说英国人 是不是整天拿了英国皇室去消遣啊 对 消遣以后一个 戴亚兰黄奎还不够 现在又消遣另外一个黄奎 对对对对 对吧 原来等黄奎生了兵以后 大家也表示感情出现话 整个是个娱乐场景 没错 对吧 美国也是一样 拉了总统整天就开玩笑 总统真的是头大的 媒体看了各个报纸 我哪里这么讲的 我哪里做的这件事情呢 我哪里怎么怎么样 没办法 每一个媒体现在 这个西方的媒体是公开 来嘲笑这个领导人 中国的媒体是私底下讲的 增加了大家的娱乐性 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 领导人的这种事情 大家一定要拔过来看看 没错 所以像您跟他讲的 就这种事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他能作为好莱坞创作的一个剧本 能作为电影创作剧本 哪一天 刘亚洲的这些事啊 能够作为中国一些剧作家 创作的剧本 那也算是中国一个开放的一个举措了 嗯 但是我跟你讲 我心里面还真的有点点难受 嗯 就是说刘亚洲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 如果他在美国啊 早就出来了 像是他弟弟一样的 当一个教授 可能是个非常优秀的教授 或者当一个作家 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 他就聚入了中国的这个体系 爬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最高的这个上将 但是最终啊 就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对 我非常的 心里面有点难受吧 就如果刘亚洲他就是一个 一个文学家 对 一个剧作家 对 他的生活 包括他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 跟女人也好啊 这些细节 可能不会这样放大 对对对 也不会引发这么多的仇家 对 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才华 放在了中国那样一个密不透风的一种专制体系当中 而且他在专制体系当中呢 他居然还爬到了最高处 对 才引起了很多人对他 觉得他拦住了很多人上升的通道 也有人觉得呢 他的那些脏事 怎么可以让他还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 对 还有人就是借刘亚洲来攻击或者是嘲笑习近平 对折射一下 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目的全部细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上个星期两会当中啊 有一幕照片在两会结束之后呢 居然被国际媒体热炒 就是由美联社啊 包括这个每日邮报啊 拍到的一张照片 或者发布的照片 习近平坐在那儿 满脸痛苦的表情 那张照片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大家都在问 习近平是不是癌症病变了 习近平在那个三个杯子里面 是不是有个杯子里面不干净 三个杯子啊 对 现在有三个杯子 三连任嘛 多拉一个杯子 我说以后啊 四连任的时候来四个 以后习近平前面摆一排杯子 但是有人在猜测 说这个习近平的杯子里面 不一定都是同样的东西 有一杯清水 有一杯茶 有一杯是药 那那杯药呢 有可能是调理习近平某种身体不好的 这种症状的 所以有人猜测呢 你看 这习近平啊 证明他现在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必须在开会的时候要喝补药 当然 当他这个眉头紧锁的痛苦的表情出来之后 也有人有种阴谋论 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喝了某些不干净的东西 会不会有人在他这么多个杯子里面 下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想要对他造成某种直接性的杀伤 对于习近平的这种被攻击也好啊 还是这个阵亡也好啊 大家的猜测好像是一直都不绝于耳 而且大家特别愿意来谈论这个事 我记得这一次中国研究院里面 您好像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就是大家在讨论啊 谁敢谋杀习近平 谁敢 其他嘉宾讲的 也讨论了 谁敢把习近平真的就把他干掉了 您认为 现在在中共体制之内 有没有这种势力 有没有这种人 有一个历史的场景呢 就是美国的总统经常被暗杀掉 对吧 其中第一个被暗杀的总统叫林肯 林肯对吧 林肯怎么被暗杀掉他就在看戏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南北战争已经接触了吧 对吧 原来就是看戏 看戏头人就是 就是戏院里的一个家伙就 就对打他脑袋开了一枪 这个场景你就觉得很奇怪 那 林肯的 这个警卫在哪个地方 我可以告诉你 林肯没有警卫 他是有一个负责的安全的人在酒吧里喝酒 你觉得这种情况在今天 美国的总统前面可以发生吗 那不会发生 对吧 老罗斯福为什么会当上这个总统 就是因为他是副总统 当时一帮人就认为这个家伙 他能搞啥了 就把他搞成一个副总统 根本没有权利 没想到他那个总统 这个被暗杀了 就是一个工人失业了 就拿一本枪就对准他干掉了 但是这种情况呢 这个最近这些年已经越来越少发生 原因是什么呢 国家元首的这种警卫的保命的程度 维护的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说这个美国总统到纽约来 你很少会知道他来 没了就走了 我们再会知道 对吧 基本上尝试嘛 只会是一些利行性的安排 这样的话给那些想报复你的人 就是没有时间机会 但是中国傻乎乎的 早几年 就是去年吧 就去年吧 去年去江苏 还去什么地方 去江苏吧 去江苏 还有去上海 对 上海我不知道 就是 去江苏的时候 提前半个月就开始通知大家 对吧 搞成这个阶段上 那我们当时提出严厉批评呢 我说你这个中央警卫局 你们到底干什么的 是不是 你们是陷害这个习近平吗 等着半个月之前就通知天下撒手 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找好机位 后来大家注意到没有 好像他们还真看了我们的节目 现在习近平去湖南 或者去什么地方 就已经不在了 提早 半个月就嚣张了 顶多一两天 大家知道 外交根本就不知道 习近平这种安全的警卫程度 有一个场景 大家是应该看得到 就是他去澳门 对 你记得吗 在机场还在什么地方 下了飞机之后 准备上车之前 对 那种场景 比黑社会的大片 那么厉害一百倍 习近平有一个眼神 在看一个保安的时候 那个眼神 活脱脱的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 对 这个 我是见过一些中国领导人 这个 但是 检查 包 好像是比较 仔细 对吧 有的要等几个小时 比如说他们要搞一个美中关系文会 请大家吃饭 对吧 江泽民或者胡锦涛 或者朱英俊发表讲话 可能提早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去 但是有一次呢 我莫名其妙在哈佛大学 江泽民演讲 那么呢 我没拿到票 没拿到票 这人在外面听 我就觉得呢 试一下 我看来 特警局啊 这些人给美国人进去检查证件 我就把名片一递过去 诶 没想到他马上给我一张证件 诶 这个完全是意外的 我就坐在这个离江泽民 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看到江泽民的那个讲的时候 头上都发光 就说出汗呀 会到了这种场景 这个保安工作啊 你即算是美国和中国这么一个厉害的地方 都是很难说百分之百能够放大 对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 习就一定会避免暗杀 这个是真的是说不清楚的 对 而且恨习近平的人太多了 对吧 哪一个领导人都被人恨 就不一定会 但是习上来是你看 权贵子弟 红二队 这帮人恨嘛 原来是认为他是红二队 出来我们是如有人烟 结果他不用红二队 对吧 共青团认为人 也认为分义被根 共青团现在全军互滅 对不对 然后这个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民主帮也是 也是这样 那你即算是官场的人 都被习近平整成都要死 谁是都有可能被抓 对吧 各种贪官污吏性的加多少人 招不保信的态度 这些人恨习近平那简直是恨之于乎 不仅是他们本人在监狱里 可能没办法了 他的亲朋好友 甚至捞部下 恨习近平的很多 还有就是习近平的言论自由 现在这么厉害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社会上的企业家 也被打扰得很厉害 各路人物恨习近平可能是最近几十年来 常态 对 常态 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想对他下手 也不知道 对吧 哪一个警卫委员神经病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还是认为可能性非常之低 就是因为现在呢 安全措施太厉密了 太厉密 所以一般可能性比较的低 假如 他真的被暗示了 假如 那么中国会不会大乱呢 我根本认为就不会 有的人就认为习 直接一下来 中国又会天下大乱 不会 因为今天的 这个国家的管理机器 跟之前的 就是几十年以前 上百年以前 古代那种 所谓的 那个时候的管理机器 不一样的 现在都是一套一套的 一套一套的 而且不会有一个人 我突免引兵自重 军法 那已经没有可能性 接受这种老百姓的抗议啊 他要真要正压的话 你根本起不来 你根本起不来 对吧 天安门广场够厉害的吧 全世界的民众都盯住了天安门广场 全国人民都支持学生和市民 但是他要正压大家就散了 所以 基本上我不认为 即算是习下去 有了这个政变 中国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上来的一个领导人 能力强一点 或者弱一点 但是不要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 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所以按刷习近平也没什么太大的用 你不要以为 按刷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就完蛋了 当然按照有的人说话 中国共产党已经完蛋了 快完蛋了 对吧 有的人已经准备这个 政权完蛋以后接班 或者是有的人是要 怎么去解决中国未来的问题 什么宪政民主啊 自由啊 这些东西都已经开始在安排了 还有国企啊 什么的 这个国民啊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期很多人都把未来的国企都设计出来了 但这都是政治上好玩而已 对吧 或者一些政治理想主义者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把中国的希望记录在暗杀习近平不切实际 我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 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第二即算是暗杀成功了 中国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 像您刚才讲的 其实就算是暗杀习近平 他也不会成为一种政治事件 官方定性叫政治事件 但是他绝对起不了某种政治上的效果 对不会产生颠覆性的改变 对 他最多就是一个刑事案件 对 就是你杀的这个人的级别比较高而已 对 因为中国共产党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共产党这个已经完了 可能是某些人对于共产党 他过去所喊的那些所谓的佣民的口号 安抚民众的口号 却是完了 他早就完了 他早就不相信 早就不相信那一套 谁相信那一套 但是共产党它这种集体腐败的这种体制 跟集体腐败的这种福利优势 在今天的中国在不断的蔓延 很多的民众依然是想尽办法 跟党组织靠拢啊 进入组织 对啊 成为组织的一部分啊 对 中国有好像一个一还是九千万的共产党员 九千多万相近一个亿 不能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腐败分子 但是说中国的腐败分子基本在九千万人里面 对啊 都在这个里面群体里面啊 甚至很多年轻人他想进这个组织的 唯一的动力就是进到这个组织里面 可以享受这个组织的福利和好处啊 对 共产党就再讲就党性 其实啊 他真正利益是来讲啊 我们开玩笑说 有党性没有人性 其实啊 他是恰恰利用了人性 对 共产党就是利用人性到了一个极点 对 人性当中的贪婪 对 你就想一想啊 这个俄罗斯被认为是个安塞亚大国 对 最好就把对方搞死搞掉 对吧 一枪怎么样 这中国不需要这样做啊 对 对 他用灵魂就可以把你收拾掉 他用组织就可以把你收拾掉 他用人民就可以把你收拾掉 一定办法都没有 对 中国的这个组织这几个字就已经告诉你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组织是什么东西 对吧 我们后来再知道 组织是恐怖组织 因为基地组织嘛 这是国际定性 对啊 基地组织 所以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 中国的问题啊 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靠共产党 他如果有意愿往前走 变革 中国有可能会走上法治民主和自由 如果他不愿意 那中国的事情会拖很长时间 真的是很悲观 所以我就说了 要自由 能出来就赶紧出来 就离开那个地方 你如果觉得中国日子过得去 也还可以 不想到海外来过这种孤独日子 中国也慢慢过得去 为什么呢 他腐败他也会跟着你 也要你腐败 就像 习近平现在虽然反而腐败形式上 但是实际上 作为整体社会来讲 他必须有一个 他也需要跟你一个交换机制 他也让你的日子 不至于过得那么难受 真正那么一个难受 以前阿伯啊 像这个毛泽东时代 或者是苏联时代 已经过去了 对 我认为根本不可能回到文革时代 更不可能回到苏联时代 对 像您刚才讲的 这个中国这个暗杀的可能性啊 有没有呢 确实从概率上来说 谁都知道 概率永远是 他必须要留下最后一个出口 对对对对 但是按照习近平这一次去长沙视察 去湖南视察 很多人说 你看那些拍手的那些所谓的老百姓啊 最低是副处几 哈哈哈哈 就全部是副处几的老百姓 对 他们说是解红军的文工团 拆掉了 拆掉干什么去了 全部当成真演员 所以按照中共的 现在的这种 对于政治领导人的 密不透风式的 按照他们来说 最高规格的这种保护程度来说 确实就连街边拍手的民众 他都经过一轮一轮 一旦的政治审核筛选 这种枪手是在哪 一般人看到的都是外围的这些警察 警察里面有很多层 至少有三四层甚至四五层 每一个地方他都有个警卫科 或者叫警卫区 有的地方大一点叫警卫局 这就是负责地方领导上的工作 安保的对 安保的工作 然后还有这个武警 还有公安的这个镇保 然后还有中央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还有一个是叫 这个公安部的这个警卫局 几套班子他们叫什么 现在给了一个名字叫特勤局 特勤局 就是学美国的 但是除了特勤局 还有这个中央警卫局 我原来以为这两个机构要合并 现在还没有合并成功 这种可能会合并成功 这个体制太乱了太多了 就理三层外三层 没办法去 而且那些警卫大部分都没枪 没子弹 有枪都是假的 甚至有的连枪都没有 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认识很多警察 我这几乎没有看到他拉过枪 他拉过枪干什么呢 没有必要你反应增加危险 万一被人抢怎么办 反应真的是麻烦 所以这个 中国也不是像美国这样有枪子的国家 你拿把刀去砍 那不太可能的 对吧 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 习近平痛苦的表情的时候 会萌生出 是不是习近平身边的某个人 在他的茶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这可能是就是说大家猜测的 最接近能够一击之命的可能性 但这种可能性 像您所讲的 依然是微乎其微 因为就是给他端茶地水的这个人 包括负责整个习近平饮食的人 都是层层筛选 筛选完了之后 他的工作一定是有人监控的 不止一个人监控 而且不要像以前 以前你把门离官放点药 现在你所有的行为全部是在 有人监控之下 他这个叫什么就是电视接控嘛 CCTV 中央电视 中央电视控制系统 所以几乎是可能性非常低 非常低 所以大家可能有这种幻想 是大家对于习近平个人的某种情绪上的宣泄 但是像刚才和平先生讲的 就算习近平现在被人做掉了 也没有办法改变现在中国政局这样铁板一块 整个机器人团队的这种运作 对 现在整个中共机器人团队的运作 哪怕没有习近平 对 他可以运作 依然可以运作起来 他真的有一套规矩 还真不知道 他倒是有词水的 人民日报谁放在前面 十万号的号名 九个强位 每个人他都有一套规矩 他有固定模板 对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习近平这两天在湖南长沙视察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一个是安保的问题 还有一些副处级的群众演员的问题 没想到 习近平在湖南在南部视察还没结束 彭丽媛登场 粉末登场 又让大家想起了 之前有人就在猜测 说中共政治局里面 现在还少了一名女的政治局委员 有没有可能彭丽媛连跳三级 直接进政治局 这一次彭丽媛独自一个人去视察调研 大家又开始想象了 你看 这就是给彭丽媛进政治局做铺垫 而且这一次彭丽媛在长沙调研 居然大家找到了很多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整个他调研的规格升级了 第一个呢 是以前没有公布跟随的这些中共的高官领导人是谁 而这一次呢 马上公布了 跟着彭丽媛陪同他的两个高官 都是这个 确实啊 一个是相当于湖南省的副省长的一个女高官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卫健委的一个高官 哎 大家突然觉得信号不一样了 以前不说有高官陪同 这一次彭丽媛穿着像女干部 陪同的级别也开始曝光出来了 而且呢 跟习近平一样的 随行人员都跟彭丽媛保持相当的距离 包括这次彭丽媛接见的一些小孩也好 家长也好 跟以前也是大合影 彭丽媛在最中间 这一次不合影了 突出彭丽媛这一次调研的规格 不再是一个所谓联合国的一个什么 青山大使 那这一次是中共的一个官员 大家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内心 希望彭丽媛真的去当官进政治局 还是对彭丽媛进政治局有某种担忧 怕他变成下一个江青 他跟江青确实有他来同的地方 第一个都是演员出身 搞文艺 第二个都是老乡 对山东人 第三个都 形象都不错 对吧 当然江青后来是被这帮家伙给妖魔化了 实际上他的形象也不是那么差 江青在艺术上这个水准也挺好的 对吧 不但是演员演得不错 歌也唱得不错 歌也唱得不错 而且还有这个摄影也不错 对吧 然后把这个 这个现代的京剧 样板戏 和芭蕾 这个结合在一起 对吧 这个在艺术上有创新 而且那些台词啊 那些演出也不错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对吧 这种东西 现在这些电视和电影就很少有这样的真正有经典意义上的这种句子 当然我们不要吹捧江青了 我们来吹捧一下彭丽媛 彭丽媛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因为呢我这些年已经离开中国了 再来我对文艺工作者也不太了解 但是有几件事情呢 对彭丽媛还是有一些印象 第一件事情是 厦门的这个组织案 嗯 很多的军队的歌手啊 这个 比如说董文华 还有一些其他的年轻的艺术家 就遇到了这个 那样性的这个案子里面来 甚至有人说 从北京飞往厦门的飞机里面 一般是女军人 哈哈 一般是女军人 这里面并不一定是有色情的关系 但是呢至少是有这种利益的关系 所以董文华很长时间都不见了 而这个彭丽媛的先生 恰恰又是在厦门呢 当过领导 但是 没有小心显示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习还在浙江嘛 他是在福建 我们一直在这个案子追赠的很厉害可以说是 直接通到中南海江泽民的秘书 蒋天安都居住在其中 董文华什么国防部长 齐浩天都居住在其中 而习没有居住其中 而彭丽媛也没有居住在其中 对吧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追溯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是老习 所以习近平去厦门的时候 有时候也没什么事干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下了班 就没事干 一天时间好像很长 上班也没什么事干 对吧 一个星期能够写一篇稿子就不错了 对吧 甚至一个月写一篇就不错了 那个时候习近平还专门往这个 《厦门日报》跑 而且不是跑证文部 而是直接跑文艺部 复刊部 小动画什么玩意的 所以那些人就认识了习近平 也跟习近平比较熟 习近平后来到了宁德 当了书记 然后他们说 习近平的夫人是彭丽媛 我们这里要搞一个什么活动 能不能请彭丽媛来演唱 彭丽媛还答应了 习近平还答应了 但是在宁德到这个厦门 有相当一段的距离 所以一般以彭丽媛的名声和影响 他们当然是判车去接吧 对吧 就是我们判过车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彭丽媛说不要 第一那个时候车少 第二个是彭丽媛觉得 我那一下我有公共计车做就可以了 他真的就坐公共计车 到了这个厦门 这是我了解的 第二件事情在福建 了解的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他在浙江的时候 蔡奇是在 有一个叫台州 叫台州 台州 台州当什么领导的时候 这个谁啊 跑去演唱两次 你说台州这种地方是个小地方 对 彭丽媛去就是完全是因为 蔡奇跟他的先生关系不错 对吧 然后跟他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朋友 有一点朋友和无限的关系 卖面子 或者怎么样 他们叫彭丽媛把谱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 我说恰恰证明彭丽媛 这个把谱是对的 为你们这些侨领 要文化没有文化 要思想没有一些文化 话也讲不清楚 拍马屁 到时你们有一套 你们就想跟各路明星拍一下 好像是怎么样 其实拍完以后 谁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们不大喜欢跟名人拍影 你们也喜欢跟各的领导 拍影 要是我是语言 我就不愿意给你们吃这个破饭 饭也不好吃 对不对 我们知道几十座 人吵得要命 讲话也没有理你 对吧 然后就大家去拍照啊 搞得乱七八糟 侨领这个活动真的是很不堪 我觉得很对啊 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是跟纽约有关 我一个朋友呢就是 帮助彭丽媛当时候 在纽约的这个联合中心 做了一次演出 就是 演一个什么古装戏还是什么 古装的一个表演什么东西 诶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我这朋友说很多演员都是他帮忙的 不仅是彭丽媛 就是亚裔的很多演员都是他在纽约推上的这个舞台 你能够锁得清楚的 这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大明星 都跟他有一些关系 那么有一些成名呢以后也就拉倒了 这个彭丽媛 他成了习近平的这个夫人之后 到纽约 居然找了我这个朋友 然后呢 这个 重新去访问林肯中心 你说这个算轻易吧 我这样的朋友呢他是搞非毛利机构 什么叫非毛利机构啊 就是给这些艺术家呀 歌唱家呀 什么演员呀 在纽约有个发展的机会 提供一个平台 提供一个平台 就是跟中央电视的一个什么频道合作 搞一下活动有 有赞助费用 就是很多明星都来了 亚裔明星在纽约 你就通过这几件事情嘛 就是看见彭丽媛嘛 就说还是有他的一些个性 还有他的把守 但是对于彭丽媛的负面的东西 我了解的非常少 我就知道他唱歌歌叫 希望在田野上 这个我还是有一点保留 我就是希望也不是在田野上 对吧 另外就是彭丽媛呢 在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 有一次登了彭丽媛的讲话 大概是批评这个文学艺术界啊 这个自由化啊 还是乱七八糟的音乐啊 我这个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这个也是我现在对彭丽媛 保持一种 一种警惕性的原因 我觉得 你作为一个政协委员 作为一个艺术家 应该是更加包容 应该是更加开明 多元化 所以我要跟朋友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就说彭丽媛就是一个 比较正统的艺术家 比较正统 比较的 有一些原则 那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因为今天的中国太压抑了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需要一种宣学 学的情绪的一个寄托 对 应该让文学艺术啊 就是更自由一点 更开放一点 而且很多东西文学艺术就是 大家在一起乐一乐 对 就是 从往就拉倒了 对吧 所以应该多弄一点巨星 在中国去演出 一些 或者是体育明星 歌唱明星 电影明星 各种明星都可以 少跟政治挂钩 少跟政治挂钩 如果彭丽媛在这样能够扮演 推动性的角色 那就非常了不起 至少不要阻止 否则的话彭丽媛如果一身正气 要每个女的都像彭丽媛 每个男的都像习近平 那就麻烦了 对吧 中国就两种人 男人叫习近平 女人叫彭丽媛 这不行 我希望彭丽媛是要比较的 开明 比较的包容 但是至于说他进不进政治局这个事情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只是看新闻 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完全早死吗 完全没事早上吗 因为他今天的这个待遇 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 他今天的待遇是政治局常委的待遇 高多了 他甚至比政治局一般常委要高 你写的名字都应该是习近平彭丽媛 也不能说习近平蔡奇彭丽媛 不能这样写的 对吧 夫人一定是第二位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第一夫人 已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地位 对 像美国的第一夫人 很多的国家第一夫人 也有一些第一夫人的担任什么角色 这段很少很少 大部分的角色就是彭丽媛扮演的角色 比如说在疾病 在儿童 甚至某一种特别的疾病 叫艾滋病 对吧 还有某一些 妇女关怀 妇女关怀 人道关怀方面 扮演角色 我觉得彭丽媛现在没有超过这个角色 当然我看那个视频 拍马屁确实比较厉害 就剪得特别很有光彩 当然彭丽媛也很有光彩 但是中共派出的官员也算正常 以他的第一夫人的地位 湖南省没有省委书记来 没有省委副书记来 没有省长来 而只是派了一个长副省长 我觉得应该是 合心合理 比较合心的 对吧 你比如说美国的总统 第一夫人到这个纽约州来 州里面判一个副州长 那是很正常 那是太正常了 对不对 州长就有一点的不正常 除非这个事情是跟他有 非常直接的关系 湖南省委书记说明 拍马屁的功夫还没到得长 或者他们有拿捏这个尺寸 那就是还可以 那就是还可以 对 当然随着习近平的权力 越来越大 越来越巩固 拍彭丽媛 当然拍他的马屁是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之多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要把彭丽媛捧到政治局 我坦率的时候 我想都没想过 第一是没有必要 对 这个是全是早上没上 对不对 彭丽媛如果是政治局委员 他名字还还在后面 没错 如果第一夫人反而在前面 对 他要做什么事情 不可以啊 对吧 你说几个政治局委员 在他面前 还能够把领导资格吗 对不对 如果他反而成为政治局委员 背上一个包裹和麻烦 对 真正到了这种程度的人 他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对 所以从彭丽媛自己的出发点来说 他也不可能把自己再往这个 别说是政治局了 像您刚才想的 就是政治局常委里面去扔 都是对他现在的身份的一个降等 对 这是个麻烦 这是招人骂 中国人呢 这个一方面就是 既度有名 既度有权 既度有钱 这是天下也不止中国人 大家都一样 第二个是对女性 特别的不公平 中国就是 女人好像就是 就是 所以现在二十四个 还是二十五个 二十几个 中国现在二十四个 全部都是黑衣服的男人 对不对 穿着黑西装 全部跟黑社会 老大一样的 弄一个女的 在里面去干什么呢 对不对 反而会 大概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对吧 尤其是第一夫人 我觉得他不会傻到这种程度 对 他在中国的军队里面 好像也就是办一个 什么院长啊 什么什么 教授 教授 彭丽大教授是可以的 对吧 没有问题 当个院长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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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真正的什么官 对 那是专业上的 学术方面的东西 对 所以不论是按照彭丽媛自己 还是整个 包括政治局的其他官员 包括整个体系 对于 一个第一夫人进政治局来从政 当一个普通的官员 或者说高级官员 这都有点不伦不类 有点不对等 对 所以对于彭丽媛进政治局 就完全是一种猜测 或者说一种议测 好玩 好玩 对 就是觉得 是不是以前江青有干政的这种历史 是不是今天彭丽媛也会效仿江青来干政 对于今天中国政局来说 彭丽媛干不干政 他可以吹耳旁风啊 他可以在很多旁边跟习近平说句 敲敲什么话呀 难道这样的事情 就不可能出现吗 难道习近平就不会听一听他老婆提供的一些建议吗 也可以提供 那他在枕边吹的那个风 有的时候比在政治局提出的意见管用多了 太多了 江青的情况不太一样 江青是因为了 在生活上已经被爬起出毛泽东的生活圈了 对 另外就是有一个中国第一奸责 奸臣 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省影 把这个江青塞进去 对 老文革小组 这个是跟周恩来有关 老毛都未必想到一定要 江青扮演什么角色 他对江青可能 当然了解江青的脾气 没错 所以 群会他们彻底糊涂了 我们也不能说 就像暗色一样的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 我们只能说 假如那么多 那他不可领遇了 就是说没有必要 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一种猜测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真的可笑 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就是有人说 你看习近平现在 这个重判清理 里外都是敌人 里外不是人 大家现在茶余饭后 不论是这个红二代也好 政治局的这个官员也好 还是这个普通老百姓也好 骂习近平是常态 所以习近平呢 现在觉得自己可信的人太多了 愿意真正的来忠诚的跟随他的人 也不是很多 他心里不放心 所以他想着 为他日后哪一天不测做准备 把彭丽媛往台前推一推 那应该把他女儿出来培养嘛 对吧 就跟金正恩似的 对啊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分 但是他低 低的只能说 作为一个笑话先讲一讲 没错 如果哪一天真的当了委员 那我们就被培里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没想到 没想到 实在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力 对 所以对于彭丽媛也好 还是彭丽媛的女儿 习近平的女儿也好 将来会不会从政呢 这永远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谁也不知道 按照习近平今天这种 就是任意而为的这种 执政的姿态来说 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只是我们拭目以待 到时候哪一天真的 是彭丽媛进了常委 或者习近平的女儿 真的向金正恩市的推上台前 成为第一公主 我们再来讨论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 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最近两天中国在开始准备开 一个国际论坛大会 那么这个 已经开完了 对 已经开完了 开完了之后 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事件 就是之前开之前 有人在讲 说李强这回 不会跟外国领导人 尤其是外国企业的高管见面 后来说 李强可能会出席会议 发表讲话 但是不会见面 这一次 确实官方发布的信息 是李强不跟他们见面 但是 华尔街日报 最早其实是 华尔街论坛 发布的信息 说李强是不见 但是习近平 有可能会见 但是华尔街日报 后来也 做了一个垫脚 说 那最终习近平 有可能在最后一刻 决定不见外国 企业的高层领导 所以 现在 大家 对于中国经济 尤其是对于吸引外资 习近平这样一个选择 无疑就是说 想让更多的人 尤其是国际企业 国际企业的高管 来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 他以一个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 来跟大家见面 无疑呢 给很多的外国企业的高管 对于他们来说 很多人来说是个荣幸 因为见李强 这可能是他们的预期 但是这一次李强不见 能见习近平 那对于他们来说 突破他们想象了 所以不知道 这一次习近平 发出了这个信息 对于国际社会 尤其是一些国际企业来说 是不是真的一个吸引力 这个疫情呢 把中国封锁成这个样子 造成了 这个中国跟微博世界的一个 灾难性的一种隔离 很多人 很多人已经没有去过北京了 没有去过中国了 如果你打开西方的媒体看 中国就是 房地产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问题 会拖累中国的 现在已经拖累了中国的经济 地方债务 这是一个巨大的炸弹 对吧 人口下降 然后呢 就业率 实业率很高 然后呢 市场很萧条 然后呢 外国人没怎么去 现在空通荡荡 机场 然后呢 就是 还有什么 外资撤离 对 外资撤离 所以你看起来吧 中国的经济啊 变得非常的糟糕 那不仅是西方媒体是这样 海外的中文的自由媒体的名字 你也可以看到 各路专家学者 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都在讲 中国的经济非常糟糕 经济学家就讲呢 现在正如把中共的经济啊 打出了原形 那么政治学者说呢 中国现在就实际上回到了文革时代 或者说呢 回到了这个 类似于苏联那种 搞技术 但是呢 实际上经济一塌糊涂 还有的人呢 就已经准备 要结婚中国了 因为呢 根本快要失控了 这个体制快要完了 这种说法呢 就是说 普遍性很强 不仅是海外很多人相信 西方很多企业家相信 那么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也相信 因为他们就在现场感觉了 现在的这个气氛 从经济的气氛来讲 确实不如这个存钱啊 对吧 所以大家对经济产生了一个悲观 包括去年年底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大跌 是吧 所以是 中国啊 这个 这个 整体的情况是衰霸的 所以有些人就嘲笑了 你们西老大刚刚讲东升西降 对吧 结果呢 西方还在照样 或者说恢复的不错 对吧 美国经济好像很不错 其实美国经济是有很多的具体的指数 很有问题 所以经济学家大家彼此之间还有一个分歧 怎么看待美国的经济问题 这也就是美国联续会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这个 这个降息的一个原因 还比较谨慎 当然了 硬着陆 应该是好像不太可能 还是软着陆的可能性大 那么其他的欧洲国家相对来讲 就比较差一点 但是即算是这样 也没有说会崩溃 而中国呢 崩溃呢 又开始上演了 对 此起彼伏 此起彼伏 中国崩溃了 中国失控了 中国打出原形了 中国打出原形了 所有的这个看法 很多东西都是有基本上的判断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房地产的问题 确实是在中国的GDP里面占了太大的比例 但是房地产的问题是跟2008年那种银行系统所带来的次贷危机 伤害到房地产本人的那种泡沫法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房地产下跌不是百分之二十三十分 有的地方是百分之八十啊 七十啊 银行是对吧 爆破了 中国的问题房地产主要是在开发商 开发商过多的开发房子 那么很多人买房子也不像美国那样 当时只付百分之五 甚至不付投款 对吧 我记得有法拉盛曾经有个银行说 不付投款很轻松 对吧 国保贷款什么样 国保银行 其实记得有那个广告 那么如果你买了房子 房子大跌是你巨大的经济压力 所以有的人基本上把房子扔掉不要了 刚才泡到雪里面就不要了 中国的房子真正的房地产虽然下降 但是造成房主的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并不低 并不高 一般的跌个百分之二十三十 甚至百分之四十 都是一个在全球的房地产的范围之内 不是个大的问题 而且房地产这个问题是中国主动把它刺破的 对 去打击这些过度开发的房地产商 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 去打击他们 然后甚至中国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搞一些公积房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认为中国处理房地产 确实是拖累了经济 但是呢 几年之后 这个可以消化下来 对 我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文胜说 房地产已经得到了这个控制 我比较信任他的说法 所以这个危机还要很长时间 至于地方债务 那就更不太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的债务就是你直接欠这个国外的 或者是直接欠私人的 对 或者欠投资公司的 中国这个债务是银行记账的问题 就是欠自己的银行 中国有几家真正的私有银行 那么基本都是国有银行 所以这是个记账的一个问题 通过发这个地方 发这个特别长时间的 特别长期的这个诈捐 或通过经验的重组 这些问题都不是根本的问题 那至于这个外资 那是纯受外界的一个误解 华人的经济学家 或者是华人的一些朋友 误到比较深 因为西方媒体也有错的 我看有一个媒体 请问周刊有一个媒体 就讲中国外资大拆 其实外资有很多种 有直接投资 有这个投资 什么叫直接投资 我就说建厂办店 这种投资一旦进来之后 他想走也走不了 钱已经砸进去了 钱已经砸进去了 徐辉年 觉得这中国资不到钱 对 已经没有能力了 对吧 没有竞争力像日本的日常汽车 对吧 其他什么什么 肯德基 梅当劳 还有这个星巴克 在中国是一家又一家开 最近在杭州开的是 在中国大陆一万家 在美国他只有四千五百六十多加 那你都差的这么远 美国是本土起来的 对吧 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市场 你只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如果进入了中国市场 你不会说想走就走 对 而且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 虽然没有那么热路 但是中国仍然是 量巨大 量巨大 而中国老百姓 就是端起碗 碗来吃肉 患上碗来卖娘 说天天叹气没有钱 但是天天吃肉又喝汤 就是中国 没饭吃的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 中国中产阶级 富人阶层 包括穷人 得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 虽然远远不够 这个直接投资 在中国仍然是生产链 仍然是消费的主要的一个目标是 你看现在这个库克 对吧 他的这个手机在中国跌了百分之二十多 他还是配卖中国马匹 对 还在开新的店子 对 他供应链 必须在中国生产 他的这个这个销售点 中国必须是个市场 哪不是跌百分之五十 因为百分之五十 那个数字也很大呀 对 所以根本就丢不了 他全会你真的不是个什么 了不起的企业 或者这些企业完蛋了 像日本这种企业 对吧 否则说根本不会 傻乎乎离开中国的这个市场 对 再一个是 投资更多的是讲 撤退 撤退这个投资 其实无论是 现金的投资 还是直接投资 疫情之后下降 是一个 迁就性的一种行为 没错 只为了美国 就是为了高息 大家当然来套钱嘛 对吧 这都是国家的 撤退 所以有些人嘛 就根本不看表 不看 不对照一下 印度拆了百分之四十 中国拆了百分之六 人家有没有看这个数字 你帮我去看看那个数字 就是这些人 就是说 可能畅衰 股票可能会下跌 对吧 可能大家有一种情绪上的感觉很不好 中国会走向一个衰败的道路 那西方就是高等无忧了 无所谓了 反正中国就完了嘛 但问题是这样嘛 我十多年以前 还是多长时间 我在美国国会 跟这些政治家们讲 我已经站在这个地方的人 是求你们来帮助中国的人权改善 但是今天站在这个地方的人 是提醒你们 为了你们能不能保住自己 也就是说 能不能保住美国的利益 能不能保住美国的价值 那这些时候 批评中国跟中国制裁 其实就是出于自保 对吧 就是美国自保 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会伤害到它的利益 会伤害到它的价值 如果今天认为 中国没有这个伤害了 那美国就不需要去对付中国了 就开始我们安护这个中国 你们不要乱啦 你们怎么怎么样 我们可以给你们援助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这些畅衰者 我觉得畅衰和畅含无所谓 你是要基于基本的事实 而且基于非常严肃的分析 中国从30年的高速发展相比 确实要下降 因为它已经搞了30年了 两位数的增长 对吧 所以它现在5%也好 4%也好 6%也好 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常规化的形态 那4%5%都不得了 因为你这个基数已经很大了 而且你看看习近平这个样子 除了赵乐际去博乐论坛 还有王富宁以外 其他的常委全部主动 陪西方老板的马屁 西方的老板也正要这个市场 如果中国真的就是闭关锁国了 他为什么见你们这些人 中国的这个政策现在是越来越开放啊 不是越来越保守啊 他一下子说5万美国的青年可以到中国来啊 全世界现在的很多科学家你来 你来我给你钱 到大学里面搞研究 我还给你形成 把你的产品上线 变成一个事情 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培训的人才超过美国 而且人工智能早就有本科生了 2017年就有了 我这个是跟大家讲 很多人不相信 你看现在纽约时报很多媒体最近都登了嘛 我们几个星期已经思想宣传报就讲了这个东西 中国的工程师是美国的十倍还要多 这很危险啊 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新技术革命的一个主导者 他有国家的力量 而且他有一批非常勤奋的老百姓 有非常聪明的随时调整产品的工程师 他还不需要产品精力 工程师就在留学线上 客户有什么反应 什么都可以改 中国的至少也已经不是以前那种 劣质产品的对名词了 他现在伪造造假都比真比好了 高端的产品都可以 所以你如果说第一看中国 中国就完了 那你还可以说了过去 要跟他们讲这个正确完蛋 事实上不是这样 中国不但不会完蛋 如果中国这一次走出现在的这种经济的 比较冷淡的时间 最终出来 中国比这个 三十年代那个江泽民和胡锦的时候 要强大很多 要强大很多 这一点西方如果不正是这一点 而去胡说八道 什么中国要崩溃了 中国要失控了 中国要完了 其实这是一个对西方的误导 也是对世界的误导 他也觉得不是事实 对吧 经济上的数字 你看一个月可能会摔楼下去 去年不怎么样 你看看经济的数字 你看看 中国现在要慢慢变成一个移民国家 你说 那个机场每几个人 他免签 一下子这么个国家都免签 对吧 很多就为了一个签证会 他可能都会去中国跑一跑 而他到中国去 他不是说 以前我们一样到纽约来 纽约变化多大 现在是跑到中国上海 哇 有这样的城市啊 智能化 现代化 摩登化 这种东西是真实的 它不是假的 对吧 以前中国发展的时候 老是说中国这个泡沫 那个泡沫 那个崩溃 这个崩溃 我觉得很危险 现在唱水的这一批人 非常危险 他们是 则是对西方的误导 对观众的误导 也是对中国的误导 中国的新的一波 一波改革开放 已经来临了 但是你说中国的问题 年不年重 很多问题非常严重 仍然是缺乏法治 甚至利用法治乱来 乱在台湖 我们批评过很多次了 仍然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 很多人跑到中国去 那有些小孩 或者是年轻人 到了中国以后 不能跟外界联系 那简直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没有其他 文明的这种生活 对吧 另外一个是中国还有这么多的穷人 他们得到社会保障很低 这些东西 中国的问题 可以说仍然有 但是 现在的问题 仍然非常严重 没错 但是这些事情呢 会影响到中国成为一个 被世界上敬重的一个 发展得非常好的国家 像新加坡 对吧 像以前的美国 对吧 你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令人敬佩的一些地方 中国还没有 中国很多东西 存在到一个基本的文明的缺陷 但是你说中国的经济崩溃了 那除非中国老百姓死光了 以中国老百姓的那种勤奋的程度 它就会搞成内卷 对吧 内卷 不会出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 当然没有三十年代 没有 前三十年 前三十年 那么高速膨胀 但是它既是膨胀 既是发展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没错 存在的 我刚才讲这个外商 外资 打开媒体一看 都是外资逃跑 对 上个星期的时候 包括中国官方媒体 都自己的报道 也说中国的 这个据统计就是 2024年前两个月 外资的直接投资 继续下降了 百分之十九点多 将近百分之二十 对 它根本不知道 第一 美国还没有 降息 美国没有降息 但美国来吃这个席 都比你投资 要 获利 对 获利核算多了 你是个资金的掌握者 你也不会往中国这投 就是一门生意嘛 对不对 中国那个股市 有这个美国的利息这么高 对呀 这是第一个 而且现在美国的股市 一直在涨 对 第二个是 如果都是在中国走 越南呀 或者是 尤其是印度 增长 那你还可以说 印度下降比 中国还多 还厉害 等于四十 对 那你说印度会完蛋了吗 中国还在百分之六了 所以这些不看 不仔细去看数字 只是想到 跟过去相比中国 而且这些投资 半年以前 一年以前 我在华尔街论堂讲了 这些叫键盘投资 对 一旦中国市场好了 这些人 马上就去了 对 一旦中国有什么风轻草动 一个键盘就走了 对 对 没错 而且这种直接投资的话 像您刚才说的 它就是一种既定投资 就是说他想去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去 对 他不想去的时候 他是不去 对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量来说呢 这些直接投资 来是增加 不来 并没有减少 对 因为你不来 你根本就没有 没有 就无从计算 还有这一次 其实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 包括领导人 中国政治信息给出的信息 最近一两个星期 发生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过去是李强一直在大会小会上 包括国际会议当中 会说中国一直改革开放 中国开放的大门 一直打开 不会开放 这两次发现 李强不说了 包括这次李强 在中国高层论坛当中 他虽然没有建议外企的高管 但是他发表了主旨演讲 他在主旨演讲当中 没有怎么提中国如何如何开放 他倒是反复的在提及 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中国的心智生产力这个话题 但是这一次 习近平在湖南视察的时候 去了一个德国企业 做电池的一个企业 在德国企业视察的时候 他自己主动喊 他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一直打开 不会关上 这句话呀 两个人颠倒过来了 以前习近平不说 现在变成习近平主动的来 告诉外企 中国开放的大门一直打开 分量上来说 一定是比李强讲要有分量的 对于外企来说 习近平自己也知道 他跟外企说同样的一句话 比中国其他官员说分量更多 李强心的就叫国办职 没错 蔡奇叫党办职 对 一个是处理国内事务 一个是处理党务事务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怎样 或者是总理那个样子了 已经不是了 身份不一样 对身份不一样 虽然还叫总理 因为换其他人可能心里受不了 但是换李强心里会受得了 第一呢 李强原来可能突然想到身为总理 对吧 第二个是老习的老秘书 已经搞了很多年 第三个是 已经发展 今天这种地步 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改变的 改变政治体制就是要走向 国际的这种想疲惫的状况 你未来是不是习近平当主席不知道 但是未来的主席或者总统 就是要比一般的常委总理要拉开巨大的距离 而不能搞双轨制 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次 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一点 出于对习近平的厌恶 出于对独裁者的厌恶 尤其是对毛泽东的独裁造成中国的伤害的厌恶 对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 对什么总理有一点名利 对吧 你比如说中国来 这种总理 那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比一个帮凶还厉害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的承诺上 这个中国来是真正的操办手 没错 对吧 你操进了货币 但是中国老百姓糊涂啊 居然说 总理 总理把人抓起来是保护人 那哪里这样的事情呢 对吧 中国来把自己的干人 生威士 抓起来 保护了他吗 生威士不死了吗 他把自己的弟弟 周恩涛吧 对吧 也抓起来了 也灌了很多年 对吧 这个你可以说保护 后来不是释放出来了吗 对 但是这个老也不是人做的 对不对 所以 中国老百姓对这个总理的情节 是极其愚蠢 一种假象 一种完全的假象 他完全忽视了 中国的问题是整体的体制的问题 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但是这个体制必须要梳理清楚 不能再搞组织这一套 不能再搞总理是好人 总理就是坏人这一套 中国就是一个人承担责任 对 他是总统也好 是总书记也好 主席也好 是未来扮演什么角色也好 一定要一个人承担责任 没错 或者的话你胡作非为 结果都是组织上的错误 跟你没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问题啊 中国老百姓要顾一个尝试观 对 尝试在哪个地方 有些人还寄希望九龙治水七龙治水 你告诉我天天下哪一个事情 九龙治水七龙治水啊 对不对 你以为是当年的这个 这个过敏大臣的时代啊 对吧 那也是个短暂的时间 特殊时间 黄帝们也长大啊 现在黄帝们长大了 哎 你和什么过敏大臣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承担了中国 拥有了中国最高的权力 他就承担最大的责任 没错 所以大家批习近平是对的 少批这个李强 对吧 那李强开开玩笑可以 对吧 真正要批评的还是习近平 对吧 李克强的时候我就讲了 你们不要把李克强当回事啊 因为李克强连天才羊都不是 你可以对李克强很好的印象 我就一直给李克强比较好的评价 虽然他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你责任还是习近平的 因为你这个李克强没有 没有任何权力 没有权力 现在李强也是一样的 他就是干事二的 没错 所以现在来说习近平这样把权揽到自己的身上 其实是对于常委们的保护 常委自己也知道 好 习近平现在 连改革开放也他亲自来讲 他亲自来抓 那就 这就对了 因为其他人也管不了这个事 也没有权利来讲这话 讲了这话呢 等于也是放屁 对对对 所以与其说空话还不如让习近平 是 是 我讲了十几年二十年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明白 对 就是说 中国就是要一个人承担责任 没错 也不能搞成一个不承担责任 对 对吧 什么组织 我认为是最恐怖的就是组织 黑社会组织 对 所以像那个 中国在封城的时候 上海很多年轻人最后被激怒了 就是我喊的习近平下台 这样应该成为将来中国民众心目当中一个最明确的政治指标 当时我就说年轻人 今天中国的疫情的风暑是错的 所以大家应该上街 应该冲破这个疫情的错误的风暑 那个时候我公开的 对 但是有人后来说革命了 我就那就完了 很快就会停止 搞不下去了 没错 你只要讲革命 这个事情就完了 就完蛋了 你要说习近平下台 你告诉我维护了哪个东西 对呀 上海附近的那些人 我后来问了一下 有的人还跟他们认识 说有就是在判处所待了一段时间 就放走了 好了就放走了 因为这个没办法追求 对 你要讲革命 就是一个颠覆政策 对 你要讲习近平下台 我觉得 我要下台又怎么样呢 对呀 是吧 所以如果中国有错误的政策 大家就是找习近平算账 对 就都喊习近平下台 那就对了 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